等一下 你个臭扫地的也配坐电梯啊 你也配 滚去爬楼梯去 看什么看 我是这家新来的经理 我说了算 我是新来的经理 你去楼下 把快递给我求一下 嗯好的 等一下 一会儿你再去电梯口 贴一个外卖盒保洁禁止乘坐的公告 啊 可是公司没有这项规定呀 规定 规定都是我定的 哪来这么些废话 快去 经理 您的快递 我已经帮您拿上来了 嗯 知道了 你还有事吗 经理 这个快递是150道付的 我已经帮您付过了 哎 不是我说 你这一个月工资有一万多吧 你是怎么干到现在的 没事啊 多动动脑子 出去 我让你出去 对 加加加 张总 这个 是谁让你贴的 是新来的经理 新来的经理 这不胡闹吗 行了 没事 你先去吧 好的张总 你就是新来的经理吗 对呀 你谁呀 我是谁 这是你规定的吗 对呀 你不感觉现在的空气很清新吗 我怎么觉得 自从你来了 整个公司都乌烟瘴气的 你怎么说话的 董事长 董事长 原来你在这儿啊 咱们这款七块九的洗发水啊 一上线就卖爆了 好评如潮 您看要不要把价格提上去 什么 董事长 行了 你去安排吧 好的董事长 哎 等一下 这人是你招来的 是啊 怎么了 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您就是董事长 你听我解释 你不用解释了 刚才我都看到了 你以权压人 仗势欺人 毫无原则的方号失令 我告诉你 每个人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赚钱的 你凭什么高人一等啊 受人尊者 必有品 职业 不封高低贵贱 只有人品才分三六九等 你还是先学会做人 再出来做事吧 董事长 我 还有你 你这个副总是怎么挡的 以后招人 不要只看相貌 要看人品 懂吗 懂 董事长 我 出去